退休后 如果身体健康 你会选择安享晚年 还是继续发挥余热 去打工多挣一份钱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 很多人都会遇到 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有不同的选择 张大伯是体制内退休的 每个月的退休金是5000块钱 按说这些退休金 退休金足以让他安度晚年 但是张大伯闲不住 退休后不久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每个月挣4000块钱 开始了别具风格的晚年生活 当时好多同事非常不理解 觉得他太财迷了 甚至背后里嘲笑他爱财如命 可是几年过去了 同事们却羡慕不已 来自张大伯的讲述 我是老张 今年65岁 我是从一个偏远乡镇退休的 现在每月退休金是5000块钱 我们家有兄弟姊妹6个 我排行老四 还有两个妹妹 当年我高中毕业以后 顶替了父亲的工作 进了乡镇单位上班 当时本来父亲打算让我三哥顶班的 但是三哥快要结婚了 父亲觉得我比三哥更有文化 毕竟我是一个高中生 当时在村里 高中生还是很稀罕的 父亲说 顶替工作以后 我的前途应该更好一些 当时父亲对我千叮咛万嘱咐 他把顶班的机会给了我 让我以后一定不要忘了别的兄弟姊妹 不管谁遇到困难时 一定出手相助 我是个有良心的人 当我争了公子以后 基本上贴补了家里 不管哪个兄弟姊妹有困难的时候 我也是倾男而出 尽力接济他们 尤其是对大哥 我对他特别尊重 长兄如父 从小大哥就对我呵护被制 小时候 我们家养了几只鸭子 母亲把鸭蛋淹起来 到农忙的时候 每个孩子都会分到一个煮鸭蛋 大哥不舍得吃他的鸭蛋 就把鸭蛋黄分给我 他知道我爱吃糖油的鸭蛋黄 大哥身体不太好 每当我发了工资的时候 我就给大哥买卖乳精 后来就买奶粉 给大哥滋补身体 那些年我的工资所剩无几 经常是月月光 家里兄弟姊妹多 不是这家没钱买化肥了 就是那家孩子没钱交学费 只要我知道了 就会帮忙 妻子贤惠善良 她和我是同事 我岳父岳母都是退休职工 家里经济条件比我们好多了 老人不需要我们出钱 我有空就给他们打扫卫生 扛着煤气罐去灌煤气 妻子知道我老家里花钱的事多 她从来不反对我阶级家人 父亲有退休金 基本上不需要我出钱 可是那几个兄弟姊妹家的经济状况都一般 我始终没有忘记接班的事 我的工作是父亲给的 我觉得为家里人付出多少都是应该的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学习不错 可是到了高中 他突然逆反了 只读了个大专 虽然我和妻子非常遗憾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儿子三年大学毕业后 回到了县城的一家企业干财务工作 每个月挣四五千块钱 也算是自食其力吧 儿子上班第二年 和他一个高中同学谈起了对象 儿媳妇是乡镇小学的正式老师 由于这些年我一直帮家里忙太多 也没有攒下多少钱 儿子结婚的时候 我们只勉强出了首付 每月还四千多块钱的房贷 儿媳妇素质很高 懂事孝顺 他们主动承担了还房贷的任务 不过我们心里也很有数 每当发了工资以后 我们就适当贴补儿子家一些 尤其是孙女出生了 要给孩子买奶粉 买尿不湿 生活开支骤然加大了 妻子的退休金多数花在了孙女身上 当时我还没有退休 我的工资也攒不下 老家里亲戚多 人情来往不少 而娶女嫁的 或者读大学的 都需要送红包 大哥比我大五岁 他在六十五岁那年突然查出了胃癌 当大哥打电话告诉我的时候 我只觉得脑子嗡嗡响 自从父母离世以后 在我的心里 大哥就像父亲一样 我对大哥非常敬重 我们兄弟两个感情非常好 平时要是我十天半月不回家 大哥就打电话问问我 是工作忙 还是有别的事 每次回去的时候 大哥都会让大嫂炒上几个我最爱吃的菜 我们兄弟俩喝杯酒 临走时 大哥会把菜园里水淋淋的青菜给我烧上一些 家里的土鸡蛋他们不舍得吃 也给我带上 如今大哥突然得了重病 我肯定不会做事不管 大哥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们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帮助大哥治病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告诉大哥 不要考虑钱的问题 他只管治病 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他 我和侄子商量了一下 我拿出了五万块钱 侄子拿出了三万 我们带着八万块钱 陪大哥去了是医院治病 还好 大哥的胃癌属于比较早的阶段 做完手术后 医生说要定期检查 平时该吃药吃药 好好保养身体就行了 那时候我刚刚退休 退休金还不到五千块钱 我每月花在大哥身上 都得有两千来块钱 因为大哥要去医院买药 还打听各种偏方治病 花钱不少 而妻子的退休金 基本上贴补了儿子家里 我一下子犯了愁 我们家突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状况 不过我马上给自己鼓气 我要退而不休 继续发挥余热 我身体特别好 平时我喜欢去广场上打篮球 每晚我还快走一万步 我没有三高 就连头疼脑热都很少 可是我到底干什么工作合适呢 当时正好我们的小区里招保安 我去疑问才一千八百块钱 太少了 别人建议我去商场里干保洁 一个月两千两百块钱 可是我想来想去 工资也不高 毕竟我是一个大男人 完全可以胜任年轻人的工作 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朋友李哥找到了我 他知道我已经退休了 就建议我去他家的厂子里帮忙 干管理工作 李哥家开了纸箱厂 雇了三十多个工人 工厂生意不错 红红火火的 李哥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 没有回县城工作 在市里成家立业了 根本帮不上忙 纸箱厂就靠李哥夫妻两个忙活 而李哥的妻子 有时还得去儿子家帮忙带孙子 每当李哥外出送货 或者收账的时候 家里就没人管理了 李哥知道是我是个正直的 热心肠的人 他说每个月出四千块钱 雇着我去他家的工厂里帮忙 我一听郑重下怀 这个建议太好了 我当时就答应了 并且我对李哥做出了保证 只要我去了 以后一定会尽心尽力地工作 对得住这份工资 不辜负他的信任 李哥笑着说 兄弟啊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这些年你在单位里尽职尽责 有口皆碑的 我早就听说了 你是个特别负责任的人 而且我还听说你对家里人特别好 帮这个帮那个 你善良 人品好 我找你真的是找对了人 我是一百个放心 很快 我就去了李哥的工厂里上班了 虽然李哥早就和我说了 不需要我去车间干活 但是咱是闲不住的人 我体质又好 只要有空 我就去车间帮着打包 自从我来到这个厂子里以后 李哥一下子轻松了很多 他把家里这一大摊子都交给了我 工厂里中午要管一顿饭 李哥花一千五百块钱 雇了一个中年妇女 每天中午来给做一顿饭 他竟然嫌钱少 整天嚷着要加工资 我知道以后就让李哥辞退了他 不让他多花这份钱了 平时在家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下厨 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给大家做午饭 我抽空就可以去菜市场把菜买回来 用大锅炒菜很省事 李哥对我非常感激 到了月底的时候 他还给我发了一个六百的红包 我说什么也不肯要 我说举手之劳而已 李哥说你帮我省了钱 我心里有数 就算是我对你的奖励吧 那些日子工厂里特别忙 送货的师傅忙不过来 我就主动请英 帮着去送货 我们去一家食品厂送货的时候 没想到在那里遇到了一个同事 开食品厂的人是这个同事的亲戚 同事看到我来送货的时候 大吃一惊 问我什么时候开启了纸箱厂 我笑着说 我哪有那个本事开厂子呀 我在家闲着没事 手头不宽裕 就想出来找点活干 这个纸箱厂是我朋友开的 同事点了点头 什么都没有说 可是不久 好几个同事发微信问我在哪里高就 我只好如实说了 在纸箱厂打工 一传十 十传百 好多人都知道我退休后又继续干活了 有的同事还明里暗里地笑话我才迷 就认准了钱 说我钻进钱眼里了 他们说退休后 就应该好好享受晚年生活 提龙遛鸟 或者外出旅游 而我依然天天朝九晚五地去工作 这不是找罪受吗 面对这些人的冷嘲热讽 我坦然一笑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我们家缺钱啊 再说我现在才刚刚过了六十岁 身体又好 我为什么要在家里躺平啊 多挣点钱总是好事 自从我出来工作以后 我觉得身体比以前更好了 刚刚退休那几个月 我没事就在家里刷手机 眼花得特别厉害 在家里躺一天 浑身难受 腰酸背痛 可是我出来上班以后 由于生活有规律了 松弛有度 我的身体越来越好 我每月有四千块钱的收入 再加上我的退休金 朋友偶尔还会给我发红包 我基本上月入一万了 面对这样的收入 我感恩而又知足 我有了更多的力量帮助家人 有时我帮着送货 路过老家的时候 我都会偏一下路去哥哥家做做 每次我都会给哥哥三百五百的零花钱 在村里 当我看到那些六七十岁的人 都在汗流加倍干活的时候 我非常欣慰 他们都能干活 而且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我为什么就不能打工呢 多一份收入总是好的 再说 我在纸箱厂根本不累 即使帮忙送货 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我知道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在我的帮助下 哥哥的身体越来越好 那次去复查的时候 医生说恢复得特别好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嫂子红着眼圈对我说 四弟呀 你真是救了哥哥的命 要是没有你 我们家的日子可就难了 我安慰嫂子说 谁让咱是一家人呢 你只管给哥哥吃好喝好就行了 其余的你不用管 现在我又打一份工 有了更多的收入 我会好好帮你们的 我说到做到 我总是把哥哥家的冰箱 给塞得满满的 鸡鱼肉蛋一应俱全 我甚至还托朋友 从海边给哥哥烧来了几斤海参 每天让他吃个海参滋补身体 哥哥的身体越远越好 我心里比吃了蜜还要甜 我觉得干劲十足 在纸箱厂里 朋友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 他甚至说 要给我一些股份 让我和他长期合作 他抓生产 我抓管理 我们好好配合不愁挣钱 那天一个老同事打电话 他有了二胎孙子 约了几个同事 一起做做 我请了假 下午的时候早回家了一会儿 我洗了澡 换了一身干净体面的衣服 我给同事包上了红包 还从家里带了两瓶好酒 是李哥去外地出发带回来的 我去了饭店以后 同事们都对我刮目相看 纷纷夸赞我状态特别好 那几个同事和我年龄差不多 但是看上去都比我要苍老一些 他们退休以后闲在家里 生活节奏变慢了 看上去就有些拉拉踏踏的 我意气风发 和退休之前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还更年轻了 吃饭的时候 我的电话不断 一会儿是李哥打来的 一会儿是工厂里的工人 向我汇报情况 因为那些日子 纸箱厂接了一个大单 我们刚刚和一家大型鞋厂 签订了业务 要生产很多鞋盒子 一个同事笑着说 你现在俨然是一个大老板了 成功人士啊 久过三旬 同事们纷纷聊起了自己的状况 这几个同事都说退休以后 退休金比在职时的工资低了不少 要是帮一下儿女 手里基本上攒不下多少钱 这时我笑着说 我和你们完全相反 退休以后赚的钱比上班时还要多 因为我现在的收入比以前多了一倍差不多 我家现在就花我打工挣的钱就行 我把退休金都攒起来了 这几年攒了三十来万了 我打算再干十年 攒一百万块钱以后 我就可以歇口去了 当他们听到我的计划以后 都羡慕不已 他们表示刚开始听到我打工 觉得不可思议 现在他们也打算像我一样 再找份工作干 能挣个三千两千的 当生活费也好 那样就能把退休金攒一部分了 这时我告诉他们 我还经常帮助大哥 也帮助家里其他人 他们都是对我钦佩不已 说我们兄弟情深 值得大家学习 我非常庆幸 多亏退休以后没有闲着 由于我有了更大的经济能力 如今家里家外 和和气气的 尤其是我回到老家的时候 兄弟姊妹都对我特别亲热 让我的心里暖乎乎的 自从我打了一份工后 妻子的退休金 可以放心补贴儿子家 不用再像以前那样 好好算计了 儿子和儿媳妇 对我们更加孝顺了 他们经常说我不容易 儿媳妇给我买衣服和鞋子 每隔一段时间 他们还请我们去饭店吃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的人喜欢平静安逸的晚年生活 而我家里花钱的是比较多 我没有资格去选择躺平 我只能继续努力 我喜欢这种积极向上的生活状态 老有所为 多为家里人着想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这是我的追求 朋友们 你们同意我的说法吗 你看我们真漂亮们